美美百貨中年慶 无论是化妆保养品牌 还是精品包 民众抢破头 还问旅游也是大包少包 甚至买车买房都还够 台湾人消费力惊人 美国财经杂志 2024全球100个富有国家排名 台湾冲上第14名 超车瑞典 南韩 英国及日本 更远甩中国 消费力也是有可能 因为我常常在街头 像我今天可能就是过了这条街 可能就看到一个Louis Vuitton的包 然后还有一个小箱的流量包 年轻人现在也蛮爱买的 所以就 我觉得从购物这方面可以看出 民众有同感 不过看看这篇杂志 将国内生产毛儿人均GDP及成长率 通膨后的人均购买力等种种指标 纳入参考 给出的富有排名 光前三名就要跌破众人眼镜 欧洲卢森宝拔得头筹 其次是澳门 再来是爱尔兰 台湾第14名 外界好奇这样的排名到底准不准 我们的生活成本 相对其他国家可能还是偏低 所以我们的购买力 其实是远高于其他国家 日本或者是韩国 虽然他们的所得 就是平均所得可能跟我们差不多 但是他们的物价就明显的比台湾高 专家分析相较于其他国家 台湾物价偏低 还有健保医疗等种种优势 也难怪台湾会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